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们有事瞒着我对吧 可思妈妈 你们到底为什么是蛋糕 我们在天楼 天香楼 你们去天香楼干什么 遇到了安洁叔叔 那就在天香楼干吃冷饮 你们一起聊天 八戒叔叔 他让我叫他阿杰叔叔 他让我叫他阿杰叔叔 他还说 我小的时候他抱过我 可人节 他是说可人节 是 是可人节 他都跟你说了些什么 他们妈妈对我好吗 我说好 他们家里人都疼我吗 我说疼 他还说 他不见了一个儿子 只要一想你的儿子 他心里就会非常非常地难过 他心里就会非常非常地难过 先想一想 如果有人这样对小伟 小伟你会不会开心 如果你觉得开心的 你就去做 如果你觉得不开心的 就千万不要去做 明白了吗 真乖 出去 快 咱们去打龙龙 快 天智儿 抱着你和珍珠的孩子 他 我的 哥 你胡说什么 那孩子 是我天之神的 珍珠 其实 这孩子是你生的 大家心里都清楚 而这个孩子 他的父亲到底是谁 我心里也非常地明白 那个小伟啊 不知道这里面是干什么的 所以就让我进来看看 小伟 就是我儿子呀 我儿子就叫小伟 那你现在有几个儿子 我就一个儿子 就是很久很久以前 你抱过的那个 那个小人 那个小人 你干嘛抱我 我不认识你 爸 爸 爸 葛少爷今天那么早回来 已经喝够了 把东西放下 出去 少奶奶今儿回来个早啊 东西买的不多嘛 怎么 钱不够花呀 好 福泊英明 你说得对 我刚刚逛街还没有买完 钱却花光了 所以呢 我回来再拿钱 行吗 等等 我们再出去采购 给钱吧少爷 你给我钱的话 我就立刻出去采购 好 省得我在家里让你烦呢 好 没关系 反正我多的是手势 我可以拿去盗 这个事情要是传开的话 给人家笑的就是你家 丢人的也是哥 我无所谓 我没关系 你行啊 你行啊 好 如果你有本事 三天内 帮我葛家给败了 算服了 否则 你全行 气死你 看你很羞肠 你敢死 有生活 我出师有因 小兰 把女儿经 最后那几句 背给她听 最不孝开始 最不孝 展仙脉 风无似 劝取切 行了 听懂了吧 不用我解释了吧 最不孝 就是让福家活后 你怀不上 为什么 你不让人家娶妾呢 你凭什么呀你 你凭什么不让人家娶小的 鬼话 只有弟弟腐尸才会说的话 你也奉为神谕 真可笑 你要是真的敢让人家娶小的话 我就真的败了你们全家 更何况你们家的公平全都是靠我爸的关系 靠我爸的门路才能销到外地 你要是真的让人家再娶小的话 我们就走着瞧 我们继续去逛街 继续散钱 反正上奶奶多的是钱 不够用 我们再去当首饰 你 杠仁姐 你活死人哪 你看那你媳妇是怎么跟你妈说话的 你都不说话呀 你说话呀你 这媳妇 是妈你自己娶的 你 是你娶的 你是说 我哥想以成本家 毁掉咱们库存所有产业 对 清姐救援没找你来转达这件事啊 是怕引起一些不必要的误会 所以她想通过我 来跟爸商量一下 不许 跟哪里这么多亲 她想把她的童油铺作为抵押 等把茶叶卖出去之后 再把款给咱们 亲家舅爷 她是什么门道 能销售这么多茶叶 她说她早年在外地搜购童油子的时候 认识这么个老军界 想通过这个人的关系 把咱们的茶叶运往外地去销售 行 只要她能销售 咱也不管她是什么门路 不过 我先给她一瓶 让她去试试 如果她真的能销出去 咱再把其余的都给她 是是是 亲姐舅爷啊 只要能帮咱们保了本 那我就要好好谢谢她 你说 这么多茶叶都囤放在仓库里 这时间长了呢都会发霉的 那就血本无归了 我看这事没事我向我哥分清楚啊 以免他早上给骗了 你哥啊 他就是不想让你知道这些事 否则 他也何必通过预书来跟你说 对对对 就是这个意思 可是 就让你哥去试试 你妈说得对 咱这么多茶叶囤放在仓库里消不出去 早晚都得霉掉 到时候还不是血本无归啊 我看就让他去试试 好的这也是个机会 振多 你怎么会在这儿 我刚刚爸妈提起 你要买了我家茶叶的事 茶叶的事情先不要谈了 你先给我一千亿元 一千亿元 我有机用 你要这么多钱做什么 真是直礼包不得好啊 这宋婉萍已经知道了 小伟 他不是天智的儿子 他怎么知道 这城隍没有的算法 这不由人算 这天智今天 无意间告诉了天江楼的金女花母 他说 你们俩 从未行过房 一次都没有 这花母咱呢 就把这件事情 告诉了宋婉萍 这宋婉萍心里就有数了 他私下找我谈 没有明摆着要挟我 但是这一张嘴呢 就要向我借一千亿元 拐着弯的勒搜我 我哪有那么多钱 去封他的口啊 只好 只好找你商量商量啊 你说什么 你说少奶奶的哥哥 现在在咱们府上 是 他不让南方通报 只说有要紧的是 想找少奶奶私下商谈 便急冲冲的 往少奶奶院子去了 便急冲冲的 是该如此 三天和我走 那我就宰了他 你胡说 我没胡说 哥为了你 什么都活出去了 我去跟他拼的命 哥 你先别着急 要不然 我们现在也没有别的办法 就先满足他这一回吧 我去给你拿装票 大五五一二二三遍了,怎么走你呢 我再去那里 先出去一瓶啊 现在已经先了啦 装飘 您不是把保险箱的钥匙 交医副给珍珠保管了吗 是不是他做什么之用 没告诉你啊 等等 妈 珍珠啊 手里拿的什么呀 要把什么给亲你舅爷 还亲你母 问你话呢 你说 这是 妈吧 一千两装票 有一千两银员的人家 那可是富于人家 我倒不知道 咱们家和亲姐舅爷之间 有这么大数额的金钱往来 做什么事情啊 啊 哎呀 我 珍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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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帐房里怎么少了一张 千远就这么张吧 是 千远公啊 千家舅爷 袁信 你说的装票 是不是这一张 没错 就这一张 怎么会在你的手上 怎么会在你的手上 这里问你儿媳妇了 她刚才要把这装票 交给她哥哥呢 妈 不是这样的 这个不是这样的 那是什么呀 那是我胡说八道了 不光我看见 娟儿也看见了 娟儿 是 娟儿是看见少奶奶正要将这张装票交给亲家舅爷 这 这怎么回事这是 不是说咱们把茶叶卖给亲家舅爷 应该是她给咱们钱才对呀 怎么 怎么成了你拿咱们家的钱给你哥呢 我 亲家 这事啊跟那事没关系 我是说啊 我妹妹给我这笔钱 跟那个 我要买亲家的茶叶这事 这根本就没有关系 我不管这两件事情有没有关系 珍珠你这么做 就是盗取我们陆家钱财的家贼 什么呀 我没有盗取咱们家的钱财 你开车一遍 这是什么 我告诉你 不告而取 未知偷 说吧 这是第几次了 你给你盗取了我们家多少钱财啊 我真的不从盗取咱们家的钱财啊 不说实话是吗 好 你就别怪我送你的房间吧 把你藏过的钥匙给我拿吧 拿来 给我 妹啊 那张庄票 只是拿入不了的吗 跟你啊 别把这个的 怎么回事啊 啊 行 行 櫃子里怎么这么多姻缘 哪来的 都在这儿呢 爸爸好 我问你呢 你这櫃子里怎么这么多姻缘 到底哪来的 是我哥给我的 你当我们是三岁小孩 刚刚还是你给你哥钱 这反过来说是你哥给你的 胡说八道 是真的 就连爸手上这个千元装票 按理说也应该是我哥的 珍珠 犯了这么大错还胡说八道 赶紧给爸妈认错 我没有胡说 这些钱是我哥暗月给我的 我让天智每个月都去取 这说不过去啊 我们陆家不缺你吃喝 不缺你的花用 那你每个月还要到你哥那儿去拿钱干什么 远信 天智啊 嗯 有没有这回事 就是你媳妇 让你每个月到小伟舅舅家 拿钱回咱们家来 有没有这回事 没有 没有 你乱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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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笨 小伟 怎么可以跟爸爸这样讲话呢 跟爸爸道歉 你不是说小孩子要说实话吗 我现在说的就是实话 你 为什么要道歉 小伟 你过来过来 爷爷问你 怎么你爸爸说 我 他没有到舅舅家里去拿钱 你偏说有 怎么回事啊 是他笨 他不知道装回来是钱 妈妈常常让你到舅舅店去拿米对不对 对 舅舅是不是总让你拿这个米罐装米带回来 对啊 那妈妈和舅舅 是不是总不让你打开来看 对对对 对 你却觉得这个米罐很不重对吗 对 对对 对 那你却不知道里面装的是钱 钱 你也自己看 这哪有什么钱啊 这不是米吗 小蓝 你怎么知道这里边有钱啊 因为我偷偷打开来看过呀 真聪明 真聪明 你这个 怎么你每个月还要到你哥哥那儿去拿钱干什么 是我比我哥这样做的 是我让他存钱 存够了两千银元 加上利息 就可以还玉生绸缎庄 葛老夫人的钱了 你说什么 你欠葛家的钱 是我嫁到咱们家之前 不 请不请 不 是我欠葛夫人的钱 是我欠的 这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这 是啊 这 这事说来话长 说来话长 我们是跟葛夫人一起来的 葛夫人是我们请来的 你们请葛夫人来这儿干什么呢 我告诉你 我们三个是来给你养钱的 葛夫人 她是来替你还钱的 葛官家 把咱们带来的欠条 拿给元珍珠 叫做签字按手印 元珍珠 以后只要你不再纠缠我们人节 我是不会跟你要这笔债的 可是要让我发现 你跟我们人节还纠缠不清 我就天天盯着你屁股抱着要这笔债 我这生过如死的日子 好 这个事啊 你们要是早给我说 我早帮你们还上了 这钱是我跟我哥欠下葛家的 又怎么能让爸妈瘫痪呢 真是因为怕这样 所以才没敢告诉你们呢 那不对啊 那咱们家保险柜里那张欠严妆票哪去了 怎么在你手里呢 姐夫你忘了 从这个月起 税务局让纳税员按数量价格和税收 来征收咱们的出场税 这 是 那这张千元银票呢要及时归零 没有办法 我只能拿我哥放在我这的一千元银 对付了的装票 账目里都记得清清楚楚的 尽快查实 原来是这么回事啊 你看 你看我糊涂的 我把这个 这个新宗的主场税给忘了 这事不能怪珍珠 怪我 怪我 错怪你了 不怪我 不怪珍珠 爸 妈 你手的不好 我拿现言换装票 应该想通报了你身材 哎 不怪你 爸怎么就说了 账目的收支由你来处理 这事不怪你 怪我 怪我 都怪你 对了 你们欠葛夫人的钱 还差多少才能给他还上 连本代理 大约还有 咱不管他欠多少 嫦娥部分 由我们来付 把嫦娥部分给他补上 咱不能欠他的钱 这要是传到外面 让外人听说咱欠葛家人的钱 多难听 爸 哎 就这么定 啊 咱们怎么欠葛家人的钱 这外人听得多难听 好 那好吧 那我们欠爸的钱 就让我哥安慰他回来吧 哎 哈哈 好 就按你说的意思做 啊 谢谢爸 谢谢欠人 好 谢谢我 这样一来 是能把欠人家母亲的钱给还 啊 可是 我们却再也没有钱 可以应付宋安平的勒索了 你别担心 宋安平那儿 我会设法应付 会有什么办法 我先拖延他一下 刚把清家公 转给我的茶叶卖出去了 再给他点好处 你什么路子啊 能把那么多的茶叶 先往外地 好 你先别问了 你是书家的媳妇 哥得向你保密啊 哥 你可要小心啊 小心 让你给骗了 更别做什么违法的勾当 你放心吧 哥的路子啊 稳妥得很 这是五本生意 不会亏的 放心 既然和葛家合不来 就打八刀 分了就是了 干嘛让自己这么痛苦 我爱人间 人间也没有对我不好 就是那个老太婆 对我不识的按理放火 让我没有好日子过 我真的恨死他了 不许喝了 别喝了 别喝了 大白天喝酒流一醉 醉了难看 醉了才好 回去才好撒酒疯 跟那个老太婆 对马三百回合 痛快 喝多了大舌头 反而炒不过那个老太婆了 好了别喝了啊 我叫人给你拿咖啡来 喝咖啡啊 小丽啊 你去泡杯咖啡 一会儿送到书房来 喂 什么宋公馆 我们这是洋公馆 你哪位啊 袁宝 什么事啊 找安平什么事啊 有什么事不都跟我说吗 这回来 什么金条袁宝的 你自己听 你怎么打电话打到我们家来了 袁宝 袁宝 不是 袁珍珠的哥哥吗 他怎么会给你姐夫打电话呢 还神神秘秘的 他们怎么会搭在一块啊 我得听听他们说什么去 这一千亿元这不是小数目啊 我一时万会凑不起 要不啊 咱们合作的生意能进了账 我到时候再给你 你别狗狗吃猪食啊 好坏狗蛋啊 我对你们兄妹够意思吗 我看你是一点诚意都没有 不是约好了今天晚上我到你铺子去钱吗 真是对不起啊 我实在是一时半会儿 真凑不出这些钱吧 不会吧 别人不知道我可清楚 你妹妹现在掌管陆家的财政大权 你把孩子的事情给她顶着 把厉害关系给她说一下 你别说一千亿人 就一万亿人 她也会值得给你 我 我去陆府找我妹妹了 她只是管管账 没有之前的实权哪 这钱 你们兄弟俩 还不知道这个事情的严重性吗 要是我不小心把这事说出来 陆会长知道她宝贝孙子 不是陆天志的 你想陆会长她会怎么样 那两个亲身父亲 不用我说 您应该知道 您想想陆会长 能够你妹妹 能够可嘉的找她 三家巨蛋 再说 当年作为聘务 送回你们铺子 你能抱住吗 阿凯 你们仨 还是流浪接头吧 我 我 我知道这件事情的严重性 可是 这钱我 可是什么呀 可是 我告诉你 今天晚上的约 照旧不变 你该借我的钱 还得借给我 一块都不用少 您呢 自己看着吧 喂 喂 喂喂喂 你八蛋 逼我走上绝路 晚上 就给你一拼到底 喂 美希 说 元珍珠的儿子到底是谁的种 我 说呀 他的生父到底是谁 答应我说嘛 你们自个儿想想就知道了 那孩子的生父 除了葛仁杰 还会是谁呢 是啊 那时候是元珍珠 跟葛仁杰都准备 工程结婚了 是咱们硬给人猜散 八成日子算了 那孩子 除了是葛仁杰的 还会是谁呢 我杨梅仙的丈夫 这是别的女人有个孩子 这恐惧我怎么说都忍不下 你跟我一起去趟陆家 把你所知道的事情 把你刚刚所说的话 全部当面跟他们说 跟他们说 美希 你是不是喝多了呀 如果我要说的话 那陆家 你没乱翻天了吗 我就是要他嫁 我就是要他翻 这样子我才甘心 尤其是那个元珍珠 我杨梅仙没有好日子过 他休想有好日子过 我要跟他同归于妻 你不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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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听姐妹说吧 那可不行 如果我到陆家 把这事儿说出来的话 事后陆会长 肯定不会轻饶我 我 我不去 我 我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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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嘿 没事 冷静点 冷静点 没事 冷静点 你干什么 我要姐夫 跟我去梦家 当年把所有的事情给揭穿 你为怨真是奔强了我的挚爱 我要让他坠入十八层苦玉 我要让他千百倍地感受到 我的阁家所遭的罪 这样子我才甘心 这样子我才甘心 可这样对你有什么好处呢 好处 那我现在有什么好处 我现在到底有什么好处 有什么好处 你冷静了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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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冷静了 我婆婆把我当成陌生的路人 我婆婆把我当作是第一人 二 柯仁姐 柯仁姐太对我忽冷忽热的 他现在就像活死人一样 一整天连一句话都不跟我说 我这样子受罪 到底有什么好处 我还不会把一切的事情 全都给说穿呢 让他们跟我一起收补 不 柯仁姐 你听啊 你听啊 别别别 你听我说 冷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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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清楚啊 听清楚啊 那雪震珠 肯定会被陆家里赶出 那阁家有可能就把他们切回去 如果这么算起来的话 你不得全盘结束吗 我也要他们称心如意的 我不会的 你听清楚啊 听清楚啊 你想怎么做 你想怎么做 你跟我去弄走 你就会知道 我要怎么做啊 不 没想 你是要问派对你姐夫的 你谁不知道啊 等到我跟元珍珠同归于尽之后 我会把我记者 杨家财产的部分 全部都送你姐夫 当作我对你的报告 这样可以的吧 不不不不不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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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听说 你没准备活着离开陆家 我不想活吗 我活比死还要痛苦 我活也罢了 我活着还不死 我一看 我活也罢了 不 没闲 我今天知道 你是喝醉了闹情绪 你快睡觉 快睡觉 睡醒了咱们再说 不用你管 把枪给姐姐 来 把枪给我 把枪给你解 把枪给你解 这把枪 是爸爸 送我十八岁的生日礼物 这支帐上面写的是我的名字 晚上说了 要我带着它 放身 所以我不能给你们的 我不会给你们的 可是你现在不是在放身 你拿枪对着你姐夫 万一抢走了我 我要的姐夫命的 你知不知道啊 没信 把枪给姐姐 给我 给我 你不跟我去陆家也没关系 你给我打电话给你个死老太婆 我告诉她 我还急救失去她的生命 我告诉她 我会让她 再见她生的最后一命 快打 好好好 快打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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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 打打打打 我是孙燕萍 我是老夫人 老夫人 我是孙燕萍 有什么事吗 这次多亏你的岳父出面 咱们的祸才得以顺利出清啊 真没想到啊 战争刚开始的时候 这阴丹士林部 每一匹市价 法币是二十五元哪 可现在居然涨到每一匹市价 法币十五万元哪 咱们反而是更发财了 不过 我觉得现在法币贬值得太快 而且会继续贬值下去 我觉得还是 赶快换成金条或者银元 比较安全一些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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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 你说 你说 运姓的孙子 是可仁杰的儿子 你说什么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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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哪儿啊 先去元宝的英雄库 再去陆家 别开枪 快 把你们的小少爷 把你叫住了 元珍珠 你快把你的孩子叫你 元珍珠 想闭着他 你干什么 你到底要干什么呀